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剧情的部分 就是这个脚本你准备要怎么写 例如说假设你现在至少是不是要先思考一下 你有几个景可以去拍 你有几个景 例如说校门口这个景 你要拍什么 可以的话赶快写下来咯 例如说我有图书馆门口这个景 可以怎么拍 再来图书馆里面图书馆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书 那你就可以拍好多事了 有没有人在里面读书可以拍 甚至读累了在里面睡觉可以拍 或者是在里面 例如说 例如说 在图书馆里面滑手机 好 OK 例如说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在体育馆 体育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那就做多了 我们还会准备一些球 让你去即兴发挥 好 赶快写喽 赶快写喽 我们还有篮球场 还有超场 还有好多种建筑物 在新竹这边不加很多建筑物 然后 听号 听这边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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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在讨论说 那个场景要什么 提问本几个想象的空间 因为我们太大了 太多洞了 所以 所以 他就 全程一路拍 拍一个人 就是到各个 各个大楼 然后快剪 快剪知道吗 知道 那 你到时候快剪的speed 等一下我会教你在什么地方 就是 就是 假设三分钟 三分 就是 本来你很长 应该是 十分钟 我把直接快剪变成 十秒 二十秒 这是OK的 就是 可是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带你去 我们外面等一下十一点十分 下课的时候 会有专人带你们去去去认识校园 了解哦 这也是一招 快点哦 对 棋队到海里 棋队到海里 等一下 我们在讨论太晚了 差点 怎么带他败整理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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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现在不知道 可以我解问题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个 沒有沒有沒有他只會帶你去去部份的地方 例如說 不是不是 一定要有人帶你去的地方例如說講他圖書館有門禁 可是你不是要拍圖書館裡面嗎 那只好先刷他的學生證方便進去 這樣可以了解這是要帶你們去的主要目的 可以那就不會你就不會有人跟著你去了 對都可以 但是不要跑到馬路上去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太短了 只有一顆小時讓門開 還有還有請門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寫30秒到1分鐘對不對 可是你就是要去拍一個故事性 那你該知道故事性不可能30秒就直接表達完畢 好 如果 實在解不出來變成1分鐘 那 你就 還是解釋例如說1分半或2分鐘 好 你要把這故事強調 清清楚楚才是比較重要的重點 那還有如果你太長的影片你可能要找兩段音樂 所以這也是提醒你的喔 好了 再跟你們1分鐘 討論寫腳本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時間 你們三個人要互相分工喔 因為等一下還有下載素材的人 要做什麼事 好所以分鏡 分鏡的腳本 會寫了嗎 那 接下來因為我們是三個人一組 所以 一個人先去做 分鏡腳本這件事 的撰寫 三個人 一組 所以我們其中 一個人先去做 分鏡腳本 不用寫的太複雜 但至少 你要把那個 在什麼地方 做什麼事 寫出來就好了 可以嗎 然後 你先想一下 你記住喔 凡一件事情 我們先把 要怎麼做 先想好 等一下拍出來都會很不錯 如果 你到現場才去 臨時決定要怎麼做 這樣子的效果 可能不是很好 我先來 我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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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做